好,例题6我们来看等差数列DN项的应用 这个题目是很常见的 1到100的整数里面3的倍数一共有几个 3的倍数一共有几个 所以这一题你怎么做呢 这个你先看一下3的倍数里面 第一个是多少 1到100里面第一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3哦 第二个呢 这个313326339342点点点 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你就看一下100除以3 339339于1 所以最后一个是多少呢 3乘以33就是99 好,最后一个是99 所以在这个数列里面首项 排第一个的就是3 墨项就是排最后一个的就是99 那公差多少呢? 公差6-3就是3 6-3就等于3 那这边要算一共有几个桨项目质树原就看了 33个数 这是小学的做法 那其实这个题目呢 小学你就会做 但是到了国中之后很奇怪 你就会觉得好像不会做 那怎么办呢 三个倍数假设 一共有N个 我们现在就是要求N 那你看 它叫做3 6 9 12 点点点到99 这个3就是首项 这个99就是末项 DN项 公差就是3 这个D就是3 那这个等差数列的公式 叫AN等于A1加N-1个D AN就99 A1就是3 现在要算的就是N 一共有几个 D就是3 99-3 96 96除以3 等于N-1 96除以3 32等于N-1 所以N等于 32加1 也就是33 那请你注意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一个 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你小学就会了 99-3等于96 就是这个步骤 先把首项剪掉 然后除以3 除以3算的是间隔数 算的是一共有加了几个公差 最后呢 再把它加1回来 加1 因为要算一共有几个 头尾都算要加1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小学就会算了 3 6 9 9 10